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王说 哎呀 以我们的国力啊 我觉得应该能支撑 两个礼拜 这时候旁边一个成长说了 叫赵胜 他说 大王 您觉得能支撑两个礼拜 太乐观了 我觉得最多 三天 啊 三天 对 告诉你 我们请佣兵 谁啊 齐国 有一个人叫田丹 听说他 收督兵书 善小战策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我们请他 可是 齐国他会把田丹借给我们吗 不会 那你提他干嘛 不是 我们哪 得做点牺牲 我们搁三座城池给齐国 这样 换田丹过来 赵王觉得 这个 可以采纳 在旁边有一个大将 叫赵车 就不同意了 大王 我觉得不行 哦 将军您有什么意见 首先 田丹是齐国人 齐国是我们的邻国 就现在的状况来看 大家最怕的就是 邻国壮大 所以我们就算送去三座城池 那也不一定请得到田丹 第二 田丹就算来了 他如果刻意拖延 打长旗战 旷日持久 每一天那都是烧钱 对我们国力是一种消耗 第三 您看在座 这么多的将军 请田丹来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所以我觉得 不要请田丹 其实赵车这一段话 也有点道理 可是赵王和赵胜 没有采拿他的意见 还是搁了三座城池 给齐国请了田丹过来 果然如赵车所说 这场战争 旷日持久打了很长的时间 旷日持久 旷指的是荒废 持指的是拖延 旷日持久 指的就是拖延时间 荒废事情 一直都没有成效 讲完了 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 是 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